輕鬆剝下蝦殼蝦肉放入嘴裡 大口咀嚼超滿足 因為用一整隻澳洲小龍蝦入菜 讓這一碗海鮮粥看起來特別豐盛 龍蝦海鮮粥一碗要價180元 除了從水族鄉現撈的小龍蝦 裡頭還有豬肝 蚵仔 花枝跟魚肉 搭配用大骨蔬菜熬煮三小時的湯頭 老闆說因為人手不足還有固品質 包含普通一碗100元的海鮮粥 每天就是只能賣50碗 不能再多 第一次看到像這種海產粥 還是一面有放這種龍蝦的 我感是很有討興的 這樣子的海鮮醬味其實是覺得蠻值得的 水族鄉那一隻隻活跳跳的小龍蝦 是老闆請專門養殖的好友產地直送 套客們上門幾乎都是衝著這一味 不過每到晚上6點一開賣 大約10點就賣光提早打烊 而這輛開到哪賣到哪的小攤車 老闆喬手打造加裝瓦斯爐跟水族箱 成本約20多萬元 老闆很有自信的說不花半年就能回本 一人攤車老闆從備料擺攤到主舟 自己一手包辦 好朋友偶爾來打工幫忙行動商機 人事成本幾乎全省了 畢竟一粒一休上路後 業者在人事開銷上也得精打細算 才能為自己開闢賺錢門道 記者賴關章 杜雲傑 攤單報導 記者賴閃光 紀念古高雄 Lun logi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